欢迎收看无线7点半一小时新闻 我是肖子恒 今晚的主要新闻有 新增16宗个案 巴基斯坦女人群组继续拓大 并出现三代传播 卫生防护中心说越来越多圆球不明个案 呼吁美肤和深水堡居民做检测 有仓鼠验出新冠病毒之后 有市民应如活鼠的建议 交出仓鼠人道毁灭 看看详细的内容 本港新增16宗新冠病毒确诊 7宗和本地或相关个案有关 初步确诊十几宗 43岁巴基斯坦女人的群组继续拓大 并出现至少三代传播 她传言给个儿子之后出现爆发 她的同班同学 监考老师 同学的朋友都相计染疫 登局形容疫情严峻 深水堡和美肤都有个案 呼吁当区居民尽快检测 在油麻地海景斯丽酒店检疫 早前确诊的43岁巴基斯坦女人 群组继续拓大 与她一起检疫的8岁女童 时隔多日证实检疫 各43岁女人在美肤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 分别读中二和中三的儿子 早前已经确诊 其中为她小子上星期五监考的老师 也初步确诊 她住在马鞍山錦丰丸錦容国 当日考试学生需要检疫 前复期到过马鞍山多个地方 也都去过新浦江看中医 而曾经跟她二儿子一起考试的16岁同学 也都证实检疫 同学的14岁家人也都初步确诊 就读香港管理专业协会利国保中学 曾经去过东涌清真寺 也都有初步确诊者 上星期六去过那个16岁同学的家里吃饭 连同两个兄弟初步确诊 他们分别就读佛教佛可纪念中学 和大鱼山国勢学校 住在东涌影湾园 但不是和16岁的男孩同一座 地理亚那里我们都觉得奇怪 因为一般来说 你考试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时间 和其他人聊天 过去或者大家有接触 所以我们开头都觉得 是不是中间他们有一些超级传播 还是什么情况 我们都未知 星期二列源头不明的初步确诊 北角英皇道学资源幼稚园26岁老师 最终证实染疫 怀疑感染Omicron 他住在美肤新村第三期 也就是爆疫的地理亚修女纪念学校附近 他28岁的男性朋友也初步确诊 在K11苗斯五楼做文职 住在荃湾行李园六座 他星期一已经有病症 潜伏期内去过多间餐厅 幼稚园老师我们还在调查中 当然他居住的地方和那间学校都很近 所以我们都在层住这方面都会调查一下 我们都看到越来越多一些找不到源头的个案 现在疫情就开始非常之严峻 我们都有几个伙头 一个是Delta的 可能和Little Boss的宠物店 那里传出来的一些个案相关 另外还有一些 就是我们第26天的个案在酒店 后来去了社区那里 可能都是深水埗区 或者是附近一些地方有些个案 可能都包括美肤那里 他呼吁市民住在美肤或者深水埗 那两个家庭附近的人都要尽快接受检测 另外是13岁女人一家住的东满楼 怀疑出现垂直传播 楼上6147两母女证实确诊 东满楼23个住客需要检疫 部分环境养本初步阳性 无线电视机就一流进入报道 再有个案初步验出带有Delta变种病毒 那个中学生没去过铜锣湾Little Boss种物店 也都没有养仓鼠 当局担心病毒已经在社区扩散 怀疑感染Delta变种病毒的初步确诊个案 是就读性药室英文中学17岁的中六男学生 他住在观塘海卉三座 他在今个月15号开始发烧 17号看医生之后初步确诊 CT值是8到17 即是病毒量高 他曾经在12号、14号、15号和16号 都出国街吃饭和逛街 其余时间就主要上学 他没有去过铜锣湾Little Boss种物店 人传人的传播 起码那里也有百多位人士 和那位店员在传染期就有交易 而这里可能有一些确诊个案都未顶 或者暂时未知的个案 如果在社区我们未立即找到 都是有一个传播的风险 至于宠物店Little Boss和它的仓库 或者其他的宠物店 有没有新增仓鼠确诊 或者环境样本呈阳性 当局就说仍然调查中 又呼吁市民不要弃养仓鼠 或者将仓鼠弃置在街头 会衍生更多的问题 无线电视的质量 启声不到 铜锣湾宠物店仓鼠新冠病毒 样本验出阳性 与户处强烈建议 上个月22日起买过仓鼠的市民 将仓鼠交给鼠方人道毁灭 与户处说仓鼠的传播力较强 要截断传播链 有市民陆续将仓鼠交到去沙田的 园户处新界南动物管理中心 麦先生上个月27日 在Little Boss旺角分店买入仓鼠 他对当局的决定感到无奈 最主要都是想到家里其他动物 因为他之前没有养过仓鼠 但是现在担心他养了动物的话 就会怕养过其他 业太上个礼拜五就在将军老 I love rabbit买了仓鼠给女儿 养了不够五天就要说再见 他写了一张纸给他 他爱仓鼠 其实他的心理也是不开心 来交出仓鼠的市民 都要签署一份弃养同义书 因应铜锣湾Little Boss宠物店 有仓鼠对新冠病毒情阳性 与户处强烈建议上个月22日起 购买仓鼠的市民 将仓鼠交给处方人道毁灭 与户处处长梁兆辉在电台再解释 过往都曾经有宠物染疫 但无需撲杀 是因为仓鼠的传播力较强 要截断传播链 在立法会大会上有议员质疑 为什么不强制市民交出仓鼠 你一旦就觉得没有风险 如果有风险就应该强制 强烈建议有些就不当不水 这些是可大可小的 是不是真的要大家要认真严肃去处理呢 图长 当然如果是有法律的手段 就是可以强制 但是我们觉得市民是对于 现在整体的疫情 其实大家都有一份责任 他说相关做法 希望将风险减到最低 无线电视记者周掌峰报道 至于另一个源台不明确诊个案 涉及一个葵冲村日葵楼的居民 儿童大厦不同座向楼层的另一个住户 也初步确诊 确诊的79岁男人 平日在日葵楼楼下公园吃饭 戴口罩戴得不好 前复旗曾经度过大窝口街市 全湾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 昨日在仁济医院 做大场内窥镜检查 检测程阳性 并出现气速 一个负责内窥镜检查的外科医生 为病人留取胸后退疫让本的护士 和一个身处同一间房间的病人 都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另一个同样住在日葵楼 在不同单位坐向和层数的 男住客初步确诊 和出现咳嗽 他是国泰航空货运站的外判铲车工人 他的工作不用接触货物 当局正是调查他的感染源头 和两个人有没有曾经接触过 新增两间伏必泰疫苗接种中心 下星期三起投入服务 明日可以网上预约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社交网站说 新增的两间中心分别在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 和界限街体育馆 令整体数目增加到14间 预计每日接种量增加到6万势 线有事一会儿 回来会报导 伤人闲国林宣布参选行政长官 日本东京都单日的确诊 第一次突破7000宗 军能力出现第一次出现 Omicron社区病例 回来新闻时间 行政长官选举3月27日举行 自称政治素人的商人陕国林 出先宣布参选 并相信可以获得足够的提名 我决定参加新一届行政长官的选举 展国林在个人社交网页宣布参选 说香港需要大改革 他说如果当选会大都阔府改善民生 均衡兼顾各个阶层的合理权益 不会主张仇富或者互相歧视 建立澄清理智高效率的政治架构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自己接触过法律 金融、文化等的工作对社会又足够了解 有些人质疑我是在草根阶层 或者你未做过政府 你会不会做得来 在这方面我不会差得过任何现界的官员 因为他们的工作犯罪太单一 也未出去见过所谓社会 所以他们有个缺点就是不接地气 参选特首要获得至少188名的选委提名 每个界别也都要有至少15人提名才可以入阶 小岁的闪国林跟过热闻的儿子叶准学泳春 2007年创办借贷公司 反修例事件发生之后 在网上开截频道点评时事 订阅人数超过15万人 他也曾经是国艺集团的主席 宣布参选后国艺的股价一度升近四成 但是他澄清现在不再持有任何股份 行政长官选举3月27日举行 至今提名期仍然未刊献 暴先电视记者扎岳敏 因为暴动罪判囚6年的日前 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 服刑四年出狱 凌晨离开石壁监狱 国家社交网站说会停用社交网站 并且需要遵守监管令 因为参与2016年旺角暴动 被裁定暴动和习警罪成 判囚6年的梁天琦 他了解他凌晨大约3点离开石壁监狱 有别于一般囚犯 早上大约9点离开的做法 消息说凌晨出狱的做法罕有 一般只是囚犯有突发医疗事故 例如是心脏病才会凌晨离开 承教署说是因应警方要求 以及顾及在囚人士的意愿 作出相应安排 梁天琦在大约清晨5点钟 在社交网站发文 说已经平安回到家人身边 本案发定要求 获释之后遵守监管令 以及停用社交媒体 监管令也续称咩咯咯 也即是监管息囚计划 根据保安局的资料 需要接受监管的囚犯 包括判囚6年或者以上 或者涉及特定罪行 例如是三合会等罪的囚犯 让他们可以重新适应正常生活 强调不是私家惩罚 据了解监管令 只是限狱中行为良好的成年囚犯 主动向院所申请 以获取提早获释 监管期不会超过刑期获假面的部分 一般由6个月去到2年不等 监管令有不同指定要求 按个别囚犯而定 例如是出狱后需要升学或者就业 同情交人员每个月会见一至两次 如果违反监管令 处方会发出召回令 要求他重新回到院所服刑 至于遵守监管令的时候可不可以离境呢 消息就说监管令未有规管人生自由 以往也有释酬可以去到海外旅行 但必须要向请教人员申请及辉博 母线远事记者刘晋玉部 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就前年六四集会案的刑期向高等法院上诉庭提出上诉 获减刑两个月 黄之锋因为这个案件原本被判监禁十个月 高等法院上诉庭法官潘敏奇和彭宝琴 听取控辨双方陈迟之后认为两刑起点应该是12个月 考虑黄之锋认罪扣减三分一刑期 决定改刑监禁八个月 其中六个月和另外两宗案件分期执行 合共监禁23个半月 预计三月复刑完毕 但他因为民主派初选案被控筹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需要继续还押后信 同黄之锋一同申请刑期上诉 前观塘区议员梁海程就被驳回 他在去年7月已经刑满出狱 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 旅行限制是在港美国企业首要关节的问题 有香港厂商就认为加强防疫对经济复苏很重要 香港美国商会发表企业信心调查 去年9月到10月期间访问262个会员和企业代表 六成受访者同意出入境限制 是未来一年在香港营商的首要挑战 超越中美关系成为首要关注问题 大约四成四人认为严格的检疫措施 明显阻碍业务发展 超过三成表明要推迟新的投资 三成人透露难以填补高层空缺 四成四人因为旅游和社交距离等限制 可能离开香港 但是只有5%的受访者肯定会将总部撤出 调查也显示四成一受访企业高层表明 对香港的营商前景乐观 主要觉得交通和物流系统好 对金融服务也有信心 由香港厂商同意 旅游限制会影响贸易 不过认为是有需要 这个情况之下 一定有多少重有影响 这个防疫的措施也是需要做的 投资者对香港觉得这个不见利都没办法 八九成的游客旅客或者商务客都是来自内地 过去的展览会议 所有活动都是这样 在这个情况之下 内地通关是一定要最先行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曾经表明 近期收紧防疫措施是为了减慢疫情传播 为恢复同内地通关创造条件 这个也是对今年香港经济表现至关重要 无线电视记者黄文坚报道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茨就有竹篝弯检疫人士 因为未能够按时完成检测 以要延迟离刑致协 又说已经从多方面改善管理 包括增加人手 近期入竹篝弯检疫人数大增 安排混乱 立法会议员提出急切质询 多个议员批评中心管理落后 导致问题不断重演 要求当局善用科技减低前线人员工作量 求助无门 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民 所以我看到有很多情况 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 他们真的会打开枪 打开枪沙 然后就在枪那里 等保安人员上来送物资的时候 就叫救命了 当局解释 竹篝弯检疫中心最高峰有3000人入住 而近期一日最多有800至900人入营 我们是为检疫人士带来不便自协 今次都是吸取经验 也是有一个长远的计划 而这个计划无论是人手 无论是资讯科技 甚至乎希望我们更加做一个智慧型的检疫中心 他说已经从四方面加强管理 包括人手由600人增至1000人 民安队安排资深人员输入和核对资料 确保准确性 同时增派人手处理查详 透过短信和即时通讯软件 发放最新资讯 并且增设24小时热线 又透露正是密室第四间检疫酒店 被密切接触者入住 中心先后有两个保安员确诊 不少议员关注感染源头 和事前有没有足够培训 当局强调有提供足够装备和训练 并且已经加强员工休息室的使用指引 包括要求保安员减少交谈 不吃饭的时候要戴口罩等等 无线电视记者 当中有8宗与桃源机场感染群组有关 一宗是源头不明 另一宗就是前日确诊护士的5岁儿子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证实 那个护士是带有Omicron变异株 但与现有的本地感染群组无关 初步估计感染源是来自欧美 当局今天开始对来自印度和东南亚的短途航班 实施落地检测 预料明天会再增加十几个航班 并且会加强机场防护措施和装备来到应对 回来本港 深水堡赴昌川赴月楼 夜晚围风强制检测 看看现场的情况 行动在夜晚7点钟就开始了 受检人士需要在凌晨凌时30分之前接受检测 目标在明天上午大约7点完成行动 当局说那日有住客初步确诊 初步显示涉及变异病毒株 经评估之后认为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 决定遗风强减 现场先看到这里了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会报道 北京东澳村正式体动闭环管理 运动员将会在星期日陆续入住 珠海和深圳继续有本地病例 河南有地方要实施宵禁 回来新闻时间先看看中国新闻 北京东澳村正式启动闭环管理 运动员将会在星期日陆续入住 而东澳的比赛日程正式公布 首面金牌会在开幕第二日诞生 北京东澳组委发布东澳竞赛日程的最终版 在2月4日开幕2月20日闭幕 最先登场亮相的系冰湖项目 比赛将会在2月2日东澳开幕式之前举行 而首面金牌就将会在2月5日 在越野滑雪赛场诞生 而距离开幕越来越近 北京东澳村在星期二进入 全面闭环管理 东澳村的工作人员分批办理入住手组 入住者需要掃描身份证来读取核酸检测 和疫苗接种证明 东澳村将会在未来的星期日试运行 当日开始就会有各国的运动员入村 下星期四正式开村 而为了加强防疫 北京东澳引入气溶胶新冠病毒检测系统 在多个场馆设置汽溶胶收集器 配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仪之后 可以对空气进行病毒监测预警 和快速检测 检测灵敏度高 非常少量的病毒也检测得到 检测系统在早期测试赛期间 已经在国家触博馆等场馆进行採养和检测 通过测试赛的应用和验证 内地新增55宗新冠病毒本地个案 珠海和深圳继续有本地病例 而河南因应疫情升温 有地方要实施宵禁 另外北京今天最新在多5宗的本地阳性个案 河南今轮疫情累计有近1000宗确诊 星期二新增33宗 集中在安阳市民风区 当地管控升级 晚上7点后宵禁 行人和车禁止出入 所有营业单位暂停营业 否则要重罚和吊销营业执照 至于天津多14宗 广东珠海6宗 全部来自香州区 北京有一宗 深圳也有一宗 患者是一间隔离酒店的清洁工 另外近日有深圳居民说 收到由香港寄出的包裹之后 健康码变成黄色 要接受检测 同时也有其他人反映有类似的情况 深圳当局回复内地传媒查询时说 近日收到境外包裹 健康码有可能会变色 但目前未有同一规定 天津今个月9日报告首宗 Omicron本地个案之后 在不够两个星期 Omicron已经传播到6省份9个地区 其中北京、珠海等地的疫情 当局初步判断 可能是经由境外物品感染病毒 国家邮政局说 民众在收包裹时应该戴口罩 尽量在户外拆包裹并消毒 注射完包裹后要立即洗手 广东省政协会议今天召开 提到要为港澳青年 在广东创业等创造条件 省政协主席黄荣发表工作报告 提到去年努力增强 港澳台、桥同胞民族凝聚力 而港澳委员积极参与 善上理职活动 坚决拥护和支持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等方针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功举行选委会选举 和立法会选举发挥积极作用 有力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亦今年要支持港澳委员发挥双积极作用 促进与港澳各界交流 为港澳青年在广东创新创业创造条件 推动港澳台同胞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北京东澳下个月初举行 港队将会派三人出赛 不过鄰近的澳门就一直无缘奥运 由驻澳门记者黄慧芝带大家了解一下 飞动球杆 在流冰场上低速滑行 并球运动 港球速度 冲撞和技巧 澳门冰球队队长梁俊光 14岁开始已经和冰球热缘 对他的热爱17年来从未减退 最初接触澳门都是普通流冰 之后慢慢发展好了 澳门就会有请了一些教员下来 开始慢慢才有澳门的冰球水 他的节奏快 还有炒动都快 因为你的冰上面滑 澳门目前只有一个位于白甲巢的流冰场 这个流冰场日将会开放给街外的人 过来流冰 澳门的运动员到了晚上才会过来练习 场地有限制 但他们追梦的脚步未停下 去年澳门冰球队更加首次参加全国錦标赛 却始终未能够在奥运场上实现梦想 水高级比赛每一个运动员都想参加 你不是成员就不可能参加 这个我想都是最主要的了 澳门奥委会自1987年成立之后 已经积极申请加入国际奥委会 但一直未有好消息 直到1996年国际奥委会修改章程 规定只有主权独立的国家才能成为会员 澳门体育局说 仍然希望在国家的支持下 争取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参赛 我们都是看基本法 既然可以给澳门一个这么优惠 这么好的条件给澳门 以中国澳门名义去参加的赛事 以一个这么理想的情况 我相信这个条件下 对澳门运动员是最理想的 体育局又说 澳门会继续做好工作 希望国际体坛看到澳门的努力 有朝一日能够成功加入澳委会 无线电视传澳门记者黄慧之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役报移民4127点 升15点 全日总成交超过1149亿 欧洲股市方面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27点 巴黎卡指数升48点 德国DES指数升63点 再休息一会 回来会讲一下 是否再派消费券 尋募方法持开放态度 即使再发放 采用的平台也未必跟去年的做法一样 抗家海底火山喷发 引发的海啸之后多日 灾情仍然未明朗 多个国家加紧向当地提供紧急援助 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下个月公布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对是否再派发电子消费券 持开放态度 又说即使再发放 采用的平台也未必跟足去年 5千元电子消费券 去年8月开始分批向市民发放 政府粗略估算 做到大概0.7%的提振经济作用 多个议员在立法会会议说 第五波疫情爆发 不少处所关闭 连带影响各行各业 要求再派至少5千元的电子消费券 协助渡过难关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今次消费券涉及大概300亿公帑 有意见认为过于庞大 应该更聚焦有需要的人 是否再派需要审讯和通盘考虑 包括疫情反复对民生的影响 和当前财政状况 强调前提是符合香港整体利益 我们仍然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一个动态的评估 毕竟如果从经济复苏的动力来看 如果不是发生最近这波疫情 其实基调是向好的 在这么严厉的社交距离措施之下 在这段时间有消费券都未必用得到 其实你弄得来 派得来就希望疫情已经受控 经济活动恢复 就可以真正帮助各行各业 追回一些失去的收入 真正急市民所急 至于应不应该增加 派发电子消费券的平台 陈某波就说 如果再派 未必会完全照抄去年的做法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导 汤家浪安全组织发表报告 说所有北京冬奥 包括运动员、工作人员 及传媒用的一款智能手机应用程式 有安全漏洞 容易涉路私人及受黑客攻击 国际奥委会就说 没有发现严重漏洞 北京冬奥还有不够三个礼拜就举行 各国奥运选手、记者及体育官员 稍后将会陆续抵达 奥组委要求所有登记出席的人 要按内地的防疫要求 安葬由主办单位提供的手机应用程式 冬奥通 在出发前及赛事期间申报健康状况等等 不过有加拿大网络安全组织发表报告 说东奥通不能对个人数据的传书进行适当加密 容易受到黑客攻击 亦都没有披露将会与哪些机构分享信息 出现私隐及被监控的疑虑 专家又指这款应用程式入面 有一份审查关键词的清单 当中有超过2400个关键词 包括与新疆有关的敏感词 但目前未发现程式有利用清单转开内容审查 报告形容东奥通的调查结果令人忧虑 但不令人惊讶 已经向北京澳组委反映关注 但没有收到回应 报告也同时指出没有证据显示 这些漏洞是刻意安排 国际澳委会回应说 程式是经过两间网络安全测试机构的独立评估 没有发现严重漏洞 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洲和荷兰 要求出席北京东奥的人采取预防措施 防止被监控 包括建议不要攜带私人手机和电脑 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说 有关中国的网络安全问题是无中生有 强调中国公民和各国附华人员的私隐和信息安全都受到保护 母线电视记者杨洁宜报导 7点半新闻报导完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